我昨天19号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博物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 咱今天主要就是聊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接下来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好好听一下 差一届想从事嵌入室开发迷茫的同学 可以关注我的动态或者视频上方提示 加倍差进入嵌入室咨询会员的指导交流服务 目前已经为很多同学成功服务了 咱们频道是专门聊嵌入室的一个频道 包括学习和发展 给大家提供和整理一些信息 让大家在未来嵌入室的职场道路中 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嵌入室人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 主要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社会信息 因为很多同学是在校园的那个环境下 对社会环境并不是那么了解 有些同学可能也不是很想了解 把更多的焦点都放在了自己在学校里的那一堆一块 游戏啊 爱恨情仇啊 等等等等 没有把目光放在社会环境中 对未来啊 对一些国家发生的事都不了解 或者说呢 处于一个相对平行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在国家社会环境呢 更像是一个看客 有时候呢 多了一份理想 多了一些浪漫 缺少了一些身体力行的现实主义 这种情况呢 就会出现很多主观上的偏见 当然了 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啊 或者是有对有错 这只是大家生活的维度不同 环境造就人嘛 即使我们很不希望环境造就我们 但是我们也改变不了 所以呢 听一下今天聊的这个东西呢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啊 那咱们今年的就业环境呢 大家有目共睹 因为现在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嘛 春招结束了 夏季的射招也完事了 马上就要进行秋招了 这里面呢 肯定有后疫情时代的这个因素 有外部环境 有内部经济基本面等等嘛 归根到底就是 我们整个国家啊 所有的这些老百姓啊 政府啊 都在齐心合力的度过一个难关 那国家也一直在想办法调整 这其中呢 民营经济疲软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因为民营经济带来的就业能力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呢 在第三季度 这个当口 我们上半年稳定住了GDP 在这个前提下 下半年国家开始发力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国务院发的文件啊 它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啊 是势在必行的一个事儿啊 所以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也是在未来会解决我们各种民生保障的这么一个文件 大家要再了解这个文件的重要性的前提下 大家就应该清楚 我们接下来啊 不出意外的话 就业机会就要来了 并且未来很有可能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嵌容市啊 是电子信息产业下一个万金融公众 横跨非常多的行业 都混杂着各种国企 外企 尤其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是这里的主力军啊 解决我们非常多的就业 那接下来呢 可能有一大部分企业要扩充 要招兵买马 所以呢 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就是你准备好了吗 很多同学啊 都很担心未来的就业前景 但是大量的就业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接得住呢 这个很重要 就有工作机会 跟你有关系吗 到底 电子信息啊 是个研发港 不是说就业多就一定有你的一份的 它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港培训 就能上手工作的这么一个岗位 你没有强大的基本功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企业就哪怕缺人 他也不会要你的 因为你干不了 所以呢 咱环境不好的时候呢 就要积极积累 环境好的时候呢 我们要后积勃发 我们这一辈子啊 要工作几十年 这几十年中 不可能每年都是风挑雨顺 每年国家都高速增长 当然了 我们很期望嘛 我们祈祷 盼着天佑中华 因为这边土地好了之后呢 生活在这边土地的人们 就是我们 我们的日子也舒坦 但是连人都有一个马高正短的时候 何况一个国家呢 这个国家可是由十几亿人组成的 每个人都是一张嘴 都要吃饭的 所以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 这是很重要的 你是一个环境一不好的时候 就大怪环境不好 如何如何云云的人 还是一个能清醒的 看清人生坎坷 积累好各个阶段的人 这个时候 人与人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了 我坚信这一点啊 就即使未来随时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之后 我们的就业都会越来越轻松 依然会有同学在求职道路上失忆 找不到工作 并且把所有的责任都扔给外在因素 就好像全天下都对不起他 永远不会看到自身有不足 不会弥补 那这类同学 可能你的人生就要受点苦头了 马大帅里彪哥不说了吗 如果你能回头试案 你才能够摆脱苦海无边吗 对吧 最后啊 接下来民营经济的启示 我觉得几乎就是个必然 那今天的内容 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个超级利好的消息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多多留意国家的每一步动向 一定要跟着国家政策走 尤其是我们嵌入市的一个职业 然后抓紧时间积累自己 为自己制定好计划 这一类国家层面的利好都不是短期的 它基本上会影响一代人的未来人生轨迹 所以一定要有实力抓住并且抓稳 这一类大政策的出台 一定后续有很多具体的细则和资源相继的出现 哪些行业先能吃到红利 哪些城市能优先的吃到红利 能够吃到多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呢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跟我进行详细的交流 帮助大家通过这一波改变人生 那好啊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对大家产生帮助 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 我再次强调一下啊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